義工是宜康這個大家庭非常重要的支柱 由於人類的壽命越來越長 中年定義也都越推越後 分分鐘退休了都要被人叫做Young Man 難道之後那幾十年都要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 可能參與義工工作是你人生的下一個目標 Hello 奇偉 其實退休之後重新建立生活目標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當人一直在做工的時候 他每天都有一個行程去做事 他周圍有他的同事 他有一個很清晰的生活目標去走 但是當你退休之後 所有這些都要重新整理過 你要尋找究竟你生活有什麼意義 做義工其實是幫到很多的 其實我知道了 做義工的年齡層都可以很廣 在宜康由95年建立至今 一共有多少義工參與過義工的服務呢 由1995年至今 其實根據我們的統計 已經有6000人曾經登記過在宜康門做義工 他們做的工作時間 就將近是一百萬個小時 其實就是在2019年一年 其實我們已經有將近1200個義工幫忙做事 還有有9萬8千多個小時 如果計算人數 其實是等於51個全職職員的時間 好像趙先生兩夫婦退休之後 仍然好而衝服武社區 經常到宜康各院做探訪 還粉脈登場又唱又跳非常之樂力 其實當時是什麼原因令到你們來宜康做義工呢 最初的時候 當麥行市新院開始的時候 遠牧陳師母 他邀請我們教會 參加每一個月的崇拜 這樣我們覺得這些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兩夫婦 就為了對他們的關顧 心靈的關顧 我們都給他們的支持 給他們的鼓勵 以及與他們同在 心靈的關顧 以及給他們的支持 以及陪伴著他們 覺得是非常之有意思 其實你們經常會編排什麼歌曲 和舞蹈給老人家欣賞呢 例如是雨線舞 大慈欣 就好像韓國舞 大長金的韓國舞 我們穿了那些韓國服飾來跳的 有劍舞 還有我們自創的絲帶舞 彩虹人生 其實來宜康做義工 對你們個人有什麼得著呢 我們退休之後 能夠對社會有貢獻 這些貢獻都可以說 都可以喚起大家 對老人工作的關心 我學到怎樣去愛人 還有那些長者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很開心 都有滿足感 而另外一對夫婦 徐生徐太 就是因為參加 康琦的活動班 和兒康結緣 其實當時你們 為什麼會由做運動 變成做義工呢 我們做運動呢 就是身體健康 就是身體健康 有些失蹤 就是捲核膏 或者糖尿病 覺得他們越來越健康 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幫人 所以我們做了義工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們覺得 做了義工之後 對自己有什麼轉變呢 我覺得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 都還有一些融資 要不然是一個老人家 一個 那其實做義工 除了可以幫人之外 對自己個人有什麼得著呢 其實很多人 當他幫到人的時候 他得到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那麼我們很多義工 都來了之後 就當了義工在家 那麼每天都 跟著醫師來幫人 那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另外就是說 譬如我們有一些 新移民來到 那麼他來做義工 除了說他將來找工的時候 加多一點 Canadian experience 之外 其實也是幫他 如何融入社會 他能夠知道 這個加拿大的社會 究竟是怎麼樣 那所以其實現在 安省的學校 都很鼓勵學生 去做義工 一定要做這麼多小事 那麼這個背後 其實也是說 做義工 其實對一個人的成長 其實是很重要的 義工的工作範圍 非常之廣闊 你一定可以發揮所長